老夫人 四少夫人被救起得太晚了 人已经不行了 早点准备后事吧 少夫人 你走了冰儿怎么办呀 你快醒醒吧 混账东西 刚嫁到侯府一个月的心息 竟然敢跳湖自尽 这传扬出去 侯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母亲息怒 别气坏了身子 像她这种小门小户出身的人 本来就不配嫁进咱们侯府 是她柳西昭的命剑 死了就死了吧 这人都已经不行了 大嫂就别说这些风凉话了 四弟妹为何被逼得跳湖 大嫂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都别说了 我累了 先回去吧 母亲慢点 我服你 小夫人 小夫人醒了 小夫人 他怎么又活了 慌什么 我这是在哪儿 谁先是谁 夫人 慢点 小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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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西昭 能嫁进我们侯府 你应该心怀感激 跳湖自尽这种 犹辱侯们名誉的事 若再敢发生 我定不饶你 冰儿 看好你们家少夫人 是 这老太太 在说什么 少夫人 我刚才 不是在公司楼下吗 您没事了太好了 您终于醒了 刚才郎中说您救不活了 吓死我了 苏冰 你居然敢推我下水 少夫人 您说什么呢 我的声音怎么变了 我怎么会变更 少夫人 机会难得 快进 我怎么可能帮她穿衣服 我劝你好好待着 少东西歪脑筋 我娶你 是因为你父亲救了老侯爷 为了报恩不得不娶 别以为嫁入侯门是什么好事 我怎么觉得不像保恩 倒像报复吧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侯府有侯府的规矩 日后如果你做事 再像这样不知分寸 我也保不了你 你这人话怎么这么多呀 这侯府你以为我愿意搭呀 不知灵食 上过去 别看了 不知脸吃 不就八块腹肌吗 我也有 冰儿 你脸怎么了 刘嬷嬷说您不配喝鸡汤 就给了我一颗白菜 她还打我 还打你 不给她们点颜色看看 怕是我还没有自证清白 就被欺负死了 刘嬷嬷在哪儿 带路 这不是四少夫人吗 怎么跑到后处来了 不是老奴我说您 一个刚入门的新媳妇 在外面背着自己的夫君偷男人 怎么还有脸来后处要吃的呀 一张虎皮就把自己当白兽之王了 谁你都敢欺负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四少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 你放肆 你在侯府服事多年 就连老夫人见我 都在对我尊戒三分呢 你不惹我 我绝不会惹你 但你若惹了我 我一定会让你吃不了 狗者总好 我 我要去老夫人那儿 告你 靠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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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到了吧 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我的人 他就是下场 冰儿 嗯 拿上鸡头 我们走 好嘞 看什么看 干活 你收拾这么多行李 是打算跑路吗 现在老夫人只给我一天时间 可我现在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不跑难道等死吗 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但你要是就这么跑了 你有没有想过 别人会怎么看我 少夫人 四少爷也许有什么办法 你为什么相信我 我可是皇城私指挥师 这个案子的漏洞太多了 哎呀 现在主要是还有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们连去找谁都不知道 自然是去找另一个当事人 说得对 那咱们走 哎 哎 宾儿 我跟那个陆少珍 不会真有一腿吧 少夫人您说什么呢 这种话怎么能乱说 那为什么我胸口胎记别人知道 宾儿也不清楚 少夫人 您不会是怀疑宾儿吧 你这干嘛呢 快起来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还有 以后别动不动就给人下跪 快跟上 来了 快走 少夫人 这侯府就算是刀山黄海冰儿 也会陪着您的 求您好好活下去吧 为什么不行呢 嗯 少珠 我 一定是手镯导致的穿越 他 啊 丁儿 我好像中毒 给母亲请安还迟到 一进来就四处看 瞎琢磨什么呢 就是她 只要拿到她 我就可以回去了 得尽快从老夫人那儿拿到手镯 我 大人 您为什么不进去啊 给四少爷请安 四少爷留步 我们少夫人说了 不让您进屋 为何 我们夫人最近在屋里闭门祈福 该不见客 当然了 也包括您 我 只是想约她吃饭 兴许我们少夫人是昨天吓到了 过几天就好了 丁儿会照顾好少夫人的 您就放心吧 好 难道说我今天不够帅了 今天就别扭了 少夫人 小少爷可是老夫人的心肩肩 要是少有不慎 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啊 兵儿 我觉得小少爷她挺可怜的 过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吧 少夫人 我们别去了 别怕 有我在呢 不好了 来人啊 小少爷发电了 谁来救救小少爷 快来人啊 你哪里不舒服 你告诉我哪里不舒服 你怎么打小少爷啊 把他拉开 小夫人 好 来啊 坐好了 来人哪 有人打小少爷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有人打小少爷 有人打小少爷 不好了 快来人 怎么回事 吵吵嚷嚷的 不成体统 老夫人 老夫人不好了 你算什么呢 你快放开 绪儿 你醒醒啊绪儿 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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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和你有什么缘仇 你竟这般歹毒 要谋害他 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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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胆子 你 你跪好 跪好 刘绪昌 光天化日之下 你竟敢谋害小少爷 绪昌 原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你们凭什么说我谋害他 我们这么多人都看着他 难道还冤枉你不成啊 我那是在救他 救他 你少在这儿 你胡搅蛮缠了你 叶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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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希儿啊 你怎么样了 叶希儿 叶希儿 母亲问你 刚刚 是不是她在谋害你 母亲 你错怪了这个姐姐 刚才是叶希儿吃鸡腿 被骨头掐住了喉咙 是她救了续儿 既然是误会 你起来吧 侯爷 之前裸花用的白旗香 就是表姐让刘嬷嬷去卖的 刘嬷嬷她 这是顶罪罢了 贱人 你现在拆得干净 当初挑唆我做这些事情的 不都是你吗 父亲 母亲 都是她挑唆我这么干的 我是被她利用了呀 侯爷 我只是侯府的一个元气 全府上下有谁会挺我的呢 小姐 你既然这么冤枉我的婚 但我如今只有一丝明治了 你生什么你 父亲 父亲 我这么多年 操持后宅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不要相信这个小贱人说的话 他 他是 他是在挑唆我 他一直是在挑唆我 操持内务 你操持得好啊 我问您 崔薇婷 为什么用金漆来修缮 金丝楠木 欲漆则俯 怎么能用漆修缮呢 这都是你宠坏的好儿媳 用劣之木料 替换了金丝楠木 来建造崔薇婷 我看这财美的钱呢 早都记了她的口袋了 馨儿啊 我竟不知道你这么有手段 将计就计一箭双交 既惩罚了大嫂 又拆穿了林楚楚的真面目 我只是不想一直被人欺负罢了 以前我觉得你性格懦弱 不会惹出什么事情了 不过现在 是我小看你了 只要是我想做的事 就没有什么做不成呢 总感觉你哪里变了 在具体是哪里 又说不清楚 就好像重新认识一个人 总之呢 你帮了我两次 这些我都会记得的 放心吧 不早了 你先回吧 今天晚上我要留在这里睡 不是吧 他竟然想睡我 陆少阳 我对你没那种想法 你以前不是这样说的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今天我正好跟你约法三章 从此以后我不给你添麻烦 你能也不许对我有非分知晓 听明白了吧 正和罗议 谁长家 谁就可以拥有这只手镯 那我来试试吧 弟妹 这八万多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 弟妹怕是连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你真的能解决 二嫂又解决不了 那只能我来了 我总不能让侯府过不去这个坎吧 母亲 您放心 我对赚钱啊 还是很有自己的法子的 也罢 一句话 既然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 你就试试吧 一个月以后 府里的各个店铺田庄 都会来算账领取开销 如果那时候拿不出来银两 会被外人笑掉大牙的 那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呢 你就暂待我长家 府上的店铺人手 都归你支配 好的 母亲 那如果我解决了危机 手镯一定要记得给我 你先做到了再说吧 他又跑不了 吴长头 一下饭上你爬上滚腻了 这你们两个女人 能抵得过我们三个人吗 给我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现在你一个人 能敌得过我们四个人吗 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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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夫人好欺负呀 居然就敢这么深入骨穴 还能临危不惧 既然来了 就听我指挥吧 我听你的 既然玄清庄有问题 代表附近几个庄子 怕是都有问题 你派人手 连夜去附近寻几个庄子 直接搜庄茶粮 只要能够找到私藏的粮食 这事就简单多了 我快马加鞭赶过来救你 连口茶都没喝 你就光指使我做打手吗 大老爷们儿 嚼停什么 吃点苦没事儿 少夫人 您尝尝这三碗酒 这些酒啊 虽然好喝 但没什么特别的 其他酒方都能酿出来的酒 那可不行 少夫人 这已经是市面上 卖的最好的酒了 那少夫人希望 酿什么样的酒呢 张娘子 我问你啊 一般你酿出来的酒 多少量才能把人喝醉啊 这要看喝酒人的酒量了 要是遇到不能喝的 两三碗就会醉的 要是遇到能喝的 两三坛子才会醉 多大的碗 多大的坛子呢 大概是右边 最大的那个坛子 还有那样的碗 按这个量来说的话 你们这儿喝酒 还真挺费钱的 我要带你们酿的 是高度白酒 跟我来 看这个 平时你酿酒的步骤是什么 雪凉 浸泡 蒸煮 摊凉 加渠 堆积 发酵 明天起 再多加一个步骤 蒸瘤 什么是蒸瘤 把发酵好的酒糟 密封好 闻火加热 通过这罐子 慢慢收集蒸汽冷凝流出来的液体 就是我要的高度酒了 就靠这个 靠这个炼丹炉 还有高度酒能行吗 当然 我就是要靠这高度酒 赚到八万 西装 这么晚找我又何事啊 我想要一张地图 上面最好是标有全京城所有的商坡和酒楼的 你要地图做什么 我想办一场酒王比赛 就是一场喝酒的比赛 我现在酿出的高度酒 名声不够 我得把营销打出去 那你对比赛的地点有什么要求吗 要求吗 地方不能太小 位置不能太偏 人力量要够 全京城最大的酒楼就是这家青春酒楼 每日往来的客山很多 那这个地图 谢谢 各位 我们这里的白酒酒劲很大 平日里你们可以喝三坛子酒的人 在我们这儿 你指不定喝三碗就醉了 有这么厉害的酒 我才不信呢 对呀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酒 各位 我们这款酒确实度数比较高 大家请量力而行 不要喝多了伤身哦 孙少夫人 我就不信你们家的酒 能把我们都喝醉了 喝多呀 莫不是 您再夸大其词吧 信不信的 大家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在下 在下我 是出了名的酒量大 少夫人敢不敢跟我赌一下 敢不敢 赌啊 赌一下 您想赌什么 就赌您的酒方如何 他肯定不敢赌 他赌数不小啊 如果我喝不醉 您就把酒方送给我 如果我喝醉了 我输给您五百两 好 好 好 我不赌 怎么 不敢 那您还一个劲说您家的酒劲大 莫不是都在吹牛吧 我看这比赛啊 就散了吧 对呀你说 他不敢赌 他不吹牛吧 好 今天我就给您赌一个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能够联赢三天 我不仅把三百两银子双手奉上 还把我的酒方一并送给这个酒王 此话当真 好 一言为定 下这么难 这青天剑怎么这么远啊 这位大哥 你知道青天剑怎么走吗 这位大哥 刘西昭 陆少阳 你这怎么了 西昭啊 今天多亏有你 郎中说了 要不是及时清理啊 这少阳的眼睛就麻烦了 母亲说笑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为什么不一敢动 把手镯给我呀 少阳 你自成亲以后 一直睡在书房 这不成样子 听娘的话 今晚啊 就搬到西昭房间里睡吧 不行 这 其实 我的这个 伤还没有痊愈 现在搬来搬去太折腾了 还是等伤好了之后吧 他说得对 母亲 我先告辞了 他 他选衣服要干嘛 明日 皇上要宴请有功的大臣 我们大人也在其中 皇上的宴会 是啊 大人 大人 我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您可以带我一块进宫吗 此次进宫是皇上的圣言 不方便带你进去 那青山为何能跟您一块 少夫人误会了 我只是在宫门外等大人 你若是想进宫的话 我下次可以带你去看看 我怕还没说完呢 其实我也是一片好心 你想啊 你眼睛刚好 青山又不能跟你进去 也多危险啊 况且陛下也没有说 不能带家眷吧 来人 给朕也来一杯 陛下 陛下 无妨 再来一杯 陛下 您不可再饮了 不必担心 陛下 此酒为高度酒 您可慢慢品尝 仔细回味酒中的清甜 好酒 好酒 好酒啊 确实是好酒 这人为陛下认可 确实成了 这酒 叫什么名字 回陛下 此酒还没有名字 肉口香柔 回味清甜 此 天唇甘露 谢陛下赐名 谢陛下 掌柜的 高粱还有多少袋 高粱了 还有五十袋 我都要了 掌柜的 这道高粱多少钱一袋 这位客官 最近粮食紧缺 整下厉害 已经涨到三两银子一袋 三两一袋我全要了 我中四两 这 五两 八两 这位客官 偷运盘点 您里边请 少夫人 这可怎么办 知道她有钱 没想到这么有钱 全京城的高粱 都被她一嗓而哭 咱们走 这下雨了 咱们得赶紧回去 少夫人 怎么马车是空的 高粱呢 少夫人 没有高粱 买不到了 我去了周围的几个庄子 高粱都卖空 既然能从我抢收高粱的第一天起 就算准今年的雨季提前 说明你早就计划好了 利用我 凑足了酿酒的粮食 却不花自己一两银子 弟妹你的营商头脑 让二嫂不得不佩服 二嫂从辉过人 二嫂从辉过人 若不是我运气好 赶上了这天时 否则一定会输给二嫂的 说吧 想怎么压我的家 想怎么压我的家 二嫂 我们合作吧 我保证让你不陪一两人 绿兽酒 成交后的盈云 分你一半旅人 我们身为女人 在这个时代本身若随 但女人的力量若凝聚起来 那便无间不走 瞧这瞧瞧 三弟妹真幸福 三弟天天陪着她 真是让人像 就是 不像你们大哥 成天不着家 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真是 大嫂 来 再喝一个 再喝一个 喝酒 来 来 再喝一个 喝酒 来 哎 这背影 怎么这么眼熟 你先走 这里交给我 少夫人 您可算回来了 四少爷等您呢 四弟妹这是去哪儿了 这么急匆匆的 三嫂也刚回来 你怎么没带三哥一块啊 他平时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家花虽然没有野花香 但野花万一有毒呢 四少夫人安好 是二嫂有事找我吗 二少夫人让我过来跟您说 每年这个时间 老夫人都会带着府中的女眷 去竹林笔院避暑 已经定好了明日启程 我家少夫人最近身体不适 不出门 冰儿 是所有夫人都会去吗 是的 都一起去 那我也去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除了引蛇出洞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总不能一辈子 待在侯府都不出门吧 你再给我几点时间 我一定把想杀你的人揪出来 想要获取线索 必须有一方先打破平衡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线索 没告诉我 没有线索 说了也没用 不如 请君入翁 陆少阳 有你在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说 那些杀手会不会禁服杀我呀 说不好 他们顾的是死事 说不好会干出些什么 那你这次还得保护好我 谢谢你啊 地上硬不硬 你要不要上来 我们凑合一把 你 我 你 你 我 你要干嘛 你刚刚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赶紧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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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需要你保护了 你快走 不是 你 你快给我出去 花儿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啊 你怎么来了 我想见到你 三宗 地下钱庄一案 已经引起了皇上的重视 你若是有什么隐情 就尽快说出来 陆少阳 我的事与其他人无关 花儿 你就说实话吧 四弟 四弟他不会为难你的 啊 我 花儿 黄迅与我从小便相识 互相爱慕却无法相守 父亲嫌他出身卑微 所以即便嫁了人 我依然忘不了他 我便助他 在陛下钱庄狠狠敛财 花儿 你在说什么呀 你我夫妻这么多年 这么恩爱 你怎么可能背叛我 陆少明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所说的 自私俱俱都是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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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找到了吗 还没呢 史记有缘 标邪龙角 横音难倒 魁枕参首即为北斗 所以我们要先找到标口的位置 才能依此定位 你在说什么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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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у 好 好 好 来 我 四少爷 四少夫人 老夫人请四少夫人过去 有事相伤 母亲 父亲真的要把冰儿 许配给高公公吗 我听说 那个老烟祸变态得很 许了一方又一方 逼死了好几个黄花大闺女呢 一会儿四弟妹过来 咱们可千万别提冰儿的事 这从小跟到大的丫鬟 谁心里能不难受啊 这女人呢 命都一样 不管家事如何 到最后 都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母亲 大嫂 二嫂 四弟妹心情不错 我们刚才还担心呢 你会因为冰儿的事而伤心 嫂子们多虑了 来吧 说正事吧 叫你们过来呀 是皇后娘娘叫我去说话 我只能带一个人去 我想着呢 这次带西招去 来问问你们的意见 皇后娘娘我已经见过了 我就不去了吧 这最近啊 府上事情多 我也脱不开身 既然 他们都没有时间 那我就带你去吧 你也到宫中 走动走动 谢谢母亲 谢谢大嫂 谢谢二嫂 宫中 有救了 宫中 周杰 你愿意 也曾想做一个 像少夫人一样的女人 少夫人待我情同姐妹 宾儿无以为报 情人一别 还是再见 宾儿还愿给您做丫鬟 愿少夫人 永远没有烦恼 永远 可以做自己 站住 宾儿姑娘 家贵妃让我给你带了口御 家贵妃说 罪臣之女宾儿 竟然攀附皇后 挑起后宫争斗 如此行为实属 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此宾儿 赈独自尽 以死谢罪 丁儿姑娘 你说你惹了咱家也就算了 可你又惹了不该惹的人 皇后都拿家贵妃没办法 何况你们家四少夫人 你若是抗旨不尊 恐怕你家四少夫人 也得一起去见阎王 接赏赐吧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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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恩 恩 你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就不会死吧 你 西昭 人死不能复生 振作一下吧 之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呢 你说 如果我没来这儿 是不是宾儿就不会死 怎么会因为你呢 是家贵妃自私的病吗 不 是我 如果我不找黄心 不找皇后 不去招惹什么贵妃 宾儿就不会走了 刘绪长 刘绪长 你怎么回事 生在这侯府 谁都一样 谁都生死一线 他从一开始 我就警告过你 不要以为嫁入侯府是什么好事 是你的勇气 你的无所畏惧 让我相信 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我愿意陪你 做真实的自己 你懂吗 我没你说的那么好 我只是一心想要离开这里罢了 我只是一心想要离开这里罢了 他最信任的少夫人 如今要离开她 这是什么 小心 陆小阳你还好吧 这个屋子里有机关 不要紧急往头 本想来月星哥可以保护你 没想到 反而要被你照顾了 矫静什么呢 月星哥是我要来的 我一定要带你回去 你忍着点 我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 不急于一时 现在看来命运无常 陆少阳 现在说一言 也是有点太早了吧 我发誓 一定不会让你死在我前面 走 我带你出去 快 快 快 我没事 冰儿的冲击想怎么报 我都陪着你 我不知道 这样执着给冰儿报仇 到底对不对 车队 带来的山贼快来受死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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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都不说清楚就走啊 四弟妹近来可好啊 你怎么来了 说来也巧 前指在月房见到一个人 身心跟四弟妹极为相似 我今日过来 就是想看看你们过来的家 就是想看看你们过得还好吗 还是你的生活过得顺随 能去什么月房五房 我竟不知城中还有这等好去处 我们啊 已经快穷得没有米下锅了 哪像你能整天出去花天酒地的 四弟妹可真会开玩笑 你若你若你若只是想想看我们过来的家庇庇庇庇庇庇庇 别逼我跟你们计较 卢绍阳 你真该死 你们侯府的人都该死 我要杀你们侯府全家 就是为了替星哥报仇 为了报仇 你居然敢陷害侯府 甚至还敢劫朝廷的梁饷 对 你们丢了梁饷 死罪难逃 你本可以多活几日 谁知你自己送上门来 刘夕赵 还要不要受捉了 杀了陆绍阳 你还要不要手镯了 你再不动手我就毁了手镯 陆绍阳 我就毁了手镯 刘夕赵 对我是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我答应过你 不能让你死在我前面 杀了他们 王后娘娘驾到 你这人走路怎么没声音的 是你太专注了 今天皇城寺没事啊 还有时间来这闲逛 之前地下前众案的功劳 与天佬陶玉功过相抵 我现在也算是无事已身轻了 陶玉不也是为了查案吗 这皇上怎么那么小气啊 夫人且声音 你这人走路怎么没声音的 还有时间来这闲逛 与天佬陶玉功过相抵 与天佬陶玉功过相抵 对了 对了 前些日子 我去了一趟青天剑 听郑少监说 天狗时 实属难得一剑 夫人好运气 赶上了一次 不过下一次 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知道了 谢谢啊 不过 夫人所为原来那个事情 究竟是指的什么 不过 没什么 就像是上辈子的事 夫人 确实可以把京城 把侯府当作自己的家 如今我也回不去了 这辈子我作为你 和陆少盎在这里消瘦一生 应该也挺美好的吧 我 西昌 不管你去哪里 我都会一直 我以为 你会生我的气 总之 谢谢你啊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只要你平安无事 骗得什么都不重要 你真的不怪我 不怪 每个人 都有特别在意的东西 可能那个手镯 真的对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吧 虽然我并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 不过只要你在意 我就在意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虽然可能说出来你也不会信他 那你说说我听听 只要那个手镯再加上天狗时日 我就可以回到我原来那个世界了 看吧 我就说了我告诉你你也不会信 我是在想 不管你去到哪里 你都得带上我 不然 我不准你去 我现在跟你好好玩一只哦 哪里不挨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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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都看死你啊 我输了 你好厉害啊 半杯就好了 放开 别喝了 我跟你说 你们这酒 陆上阳 你知不知道 我来了你们这之后啊 每天过得有多辛苦 夫人 以后我会照顾你的 你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你说什么 我跟你说 以后的日子 你呢 可要好好爱我 知道了吗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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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